而特奧的25項比賽在南加州6個地方展開 包括了洛杉磯市的會展中心 葛瑞菲斯公園 恩西諾 還有長灘市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以及南加大 比賽今天進入第三天 場上的選手們有的甚至是不良於行 不過專注的表現讓人非常欽佩 特殊奧運在南加大舉辦田徑項目 今天在Locker Stadium進入第三天 加州的豔陽下 特奧選手認真的神情 讓人敬佩 田徑項目中還有百米進走 明鏘後選手們向前衝 有的忘了是進走 直接開跑 有的則是走路不便 但還是努力地走完全程 獲得滿堂彩 教練驕傲地說 在昨天的200米跑步項目中 Adam破了自己的紀錄 特奧的目的就是鼓勵選手們完成自己跟自己的競賽 而場邊的啦啦隊讓選手們信心大增 其實是為了每個國家 因為所有參賽者們都很重要的 讓所有參賽者們的支持 所以我們做的 去美國 你會看到他們有多有趣的 那些有趣的都會跟你們 你會跟他們有多有趣的 電動車 整個地方都很瘋狂 我喜歡 在南加大除了有田徑項目 還有游泳跟籃球比賽 洛杉磯特奧比賽在南加州六個場地舉行 民眾可以到各個的比賽會場 為這些特奧選手們加油打氣